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天津市近日爆发疫情 出现了多宗的本土确诊个案 感染者大多数都是学生 大陆当局对天津爆发疫情高度重视 宣布从今天开始会进行全员检测 第二宗消息 深圳市今轮疫情累计出现了四宗本土个案 在今天全市的汽车站都要宣布停业 而舍口港有多条航线也宣布停航 中港通关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天津市疫情 究竟发展成什么 根据天津市政府披露的讯息显示 目前天津市所发现的20宗病例 当中包含了多名学生 以及学生家长 轨迹涉及到托儿班 以及多所学校 最早发现的两宗病例 一个是29岁的托福机构工作人员 另一个是10岁的小学生 当日从他们的紧密接触者当中 又检测出18个确诊的个案 有12人是小学生年龄介乎8到11岁 两人是中学生年龄介乎12到13岁 其余4人就是学生的家属 他们都是感染了Omicron变种病毒 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永介绍 18宗病例至少已经传播了三代 这波疫情虽然在今天凌晨才发现 但有可能在社区里面 已经持续传播了好一段时间 因此当局宣布 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 天津市四个区要在24小时内完成 全员检测 其余12个区要在1月10日早上7点起 24小时内完成全员检测 而在检测完成之前 居民需要在居住的地方 保持原地的相对静止 这就是天津市的情况 从上述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天津市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的情况 而且这波疫情 都是与Omicron变种病毒相关 Omicron变种病毒的传播力相当强 究竟在今后还能否坚持清零这个目标 真的是相当高的难度 第二就是之前那些建制派的政客和蓝丝都引以为荣的大陆防疫抗疫监控制度 可以说是无效化了 现在知道的传播链就是说有两个人传给了18个人 但是这两个人究竟又在哪里感染病毒回来呢? 当局就是没有详细地再介绍的 照计这两个人就不会说自己拗出个病来的 不是说拗冬菇嘛 对不对? 这两个人又是哪一个传播他呢? 其实可以说是源头不明的 第三天津市就决定了要做一次全员检测 其实每次推出这些措施都意味着当地是要付上一个很大的经济代价 是劳民伤财的 起码来说做这些检测又要使到那些居民 整天就不可以做事了 要留在家里等候这个检测的结果 等候来去採养 那天就已经是完全了 整个市场是损失了的了 因为不能够有大量的人员流动 其次就是说做这些检测其实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只有资源的投入 但是就没有产出的 就算被你找到有些的确诊个案出来 那又怎样呢? 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的传播力是非常之强的 这一刻你找到有些的确诊个案 但是有些潜伏的你找不到 那迟些可能又会是阴转阳的 那又怎样搞呢? 当然每一个地方的情况是不同的 大陆有大陆的国情 大陆喜欢清零 我也觉得没问题 他喜欢做这个目标 那当然是祝他好运了 至于天津市后续会不会出现封城的情况呢? 我认为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为什么呢? 一来 目前已经是去到1月9日 明天也1月10日 2月1日是大年初一 如果这波疫情控制不好的话 去到春运的时候 这一只Omicron就肯定是会周围惹来惹去的了 所以大陆一定就会高度戒比 其次的就是说 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就已经是不远了 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如果在这么近北京的城市爆发疫情的话呢? 那对北京当然是会构成非常之沉重 以及巨大的压力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 就说北京冬奥会 是采取了闭环管理 在北京、张家口和延庆等三地举行的 所有比赛 都将会在封闭的状态之下举行 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措施 比起去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是更加严格的 运动员、教练团队、官员、工作人员、承包商、义工和记者 在北京冬奥会举行期间 将会与外界隔开 比赛场地、酒店、运动员住处、媒体设施和交通网络 都在一个气泡里面 没有其他人能够进去 也没有其他人能够进去 其实这个措施听起来已经是天衣无逢 但是往往就算采取闭环管理 都仍然会有这个流氓之余 其实只要有一宗的确诊个案 是进入了在这个所谓的气泡里面 基本上整个气泡就可以说是爆破了 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的传播力那么强 只要有一宗自然就会惹到周围 到其时就变成了会将这个闭环管理废了武功 到底大陆还能不能够借着这个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来到去向世界展示所谓的制度优势呢? 我们就是要拭目以待了 只不过为了这一场冬奥会 其实各地都已经是负上了很大的经济代价了 比如说西安 就已经封城了接近两个星期 究竟何时解封呢? 之前有消息传出 就说河南的宇宙又是封城的 一封城的时候 起码来说令到全市的经济活动停顿了八九成了 那搞法到底冬奥会为大陆带来的经济收益大 定益或是损失大呢? 接下来我们又看看第二单消息 就是关于深圳市的情况 深圳市在今天又新增了一宗本土确诊病例 自节目前为止 深圳市在今轮疫情当中 累计有四宗病例 深圳市今天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当局就说 今天在凌晨时份 在重点的人群排查当中 发现了一名阳性感染者 经核服是这个确诊病例 目前四宗病例都是同一条的传播链 这个链条是相当清晰的 当局已经追踪了密切接触者767人 次密切接触者500余人 行情涉及的地点已经进行了消毒 深圳市当局在今天又宣布 为了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深圳市各汽车站要暂停营业 而复班时间是另行通知的 据深圳蛇口邮轮武港的官网所说 从今天开始 深圳蛇口港往返珠海横琴 往返中山 往返澳门哄仔和外港 以及港珠澳大桥的航线 前海湾航线 深圳湾航线全部停航 复航时间是另行通知 另一方面 从昨日开始 越港跨境货物运输的内地接驳司机 三点一线场所的工作人员 检测频率从七天两检 调整为隔日一检 另外 深圳市防控领导小组昨天宣布了 要做好深港联防联控 不断触劳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严防再输出防线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广东省全省已经暂停了 跨省团队旅游 以及停了机票加酒店业务 可以说 大陆对于所谓清零的目标 相当坚决 总之一有一两宗个案 马上就已经有所行动了 现在已经宣布了要关闭汽车站 海上航线又要停航 而且又要暂停旅游业的业务等等 到底为了清零这个目标 是否值得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呢 当然这就是大陆当局自己来思考 每一个地方的国情都是不同的 自然会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但既然大陆喜欢这样做 我又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都是大陆自己来付经济代价 只是深圳当局强调 要做好深港的联防联控 其实等同宣布中港的通关继续无奇 特区政府的高官常常走出来说 香港的市民是很恨通关的 已经期待已久了 而且常常对于大陆三催四请 甚至乎林郑去到上京面胜的时候 都有提到通关的要求 但是一来香港就已经爆发了 这个Omicron的疫情 大陆方面其实也有 深圳已经累计了四宗本土个案 既然两地都出现了个案的时候 即是两地都有一个传播链 到底还是不是会通关呢 还是又再成为了炮影呢 似乎就是后者居多了 若然去到二月的时候 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期开始了 如果林郑仍然未搞得通关这个议题 可以说其实她竞逐连任的机会 都是冻过水了 因为之前有不少媒体都宣称 说究竟中港是否能够恢复通关 就是林郑连任的其中一个硬指标 当然这些是传的 官方就不会证实 但是传反传 可能都是一定的根据 现在无论深圳还是香港 都在爆发疫情当中 看怕在二月之前 都未必能够平息得来 等同于那些确诊者 变相送了林郑一程 假如林郑真的没办法成功连任的话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